传闻爱情匠非常的厉害,但没想到这次中招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姨子,而下降头的人就是邻居阿强。 毛山师傅陈顺天开谈做法,以毛山术替沙咪解降,让沙咪清醒过来,拜托降属控制。 泰南北大年18岁的少女沙咪的大姐,嫁到马来西亚吉达州某小镇王家,由于大姐沙咽怀了第二胎将在一个月后生产,就安排沙咪来她家中,帮忙料理一切家务和照顾两个孩子。 沙咪常得美艳动人,为人又随和,邻居都称赞她有礼貌,她也很勤力地把家务料理倒井井有条,姐姐很庆幸地找到一位好帮手的妹妹。 谁知沙咪的姿色,被住在姐夫隔壁的单身汉阿强给迷住了,阿强长得普普通通并不英俊,又好吃懒做,当她见到沙咪时就被迷住了,她发誓一定要得到沙咪,过后她到深山去找以名相熟的酱头师,把偷来沙咪的衣物给酱头师施酱。 赞助商连结 开始时酱头师不肯吃酱,但是,阿强表示对沙咪是真心的,并在众佛向前发毒誓保证,一定会取她为妻,酱头师见她发了毒誓,才决定帮阿强对沙咪下爱情酱。 你原本对阿强只是邻居关系,有时见面打打招呼点点头而已,可是,当沙咪被施爱情酱后,就开始对她产生了好感,见面时有说有笑的,阿强知道爱情酱已开始发挥了效力。 上场后不认账 每当姐夫和姐姐不在家时,沙咪就会跑到阿强家里优惠。 此时过了三个多月,阿强开始对沙咪厌倦了,渐渐地疏远和避开她,另已经投入感情的沙咪非常的伤心,她每次上门找阿强时,不是被她冷言冷语地讽刺一番,就是被拒于人外。 如此的父亲郎,沙咪当然是伤透了心,每天都以泪洗脸,精神恍恍恍恍恍无心工作,这种情形姐夫和姐姐见了也很心疼。 沙咪追问沙咪对阿强如何时,沙咪表示是真心真意爱她的,沙咪找阿强理论,阿强却说她只是对沙咪玩玩而已,而且她又失业,自己三餐都有问题了,如何能成家呢? 赞助商连结 可能是沙咪太伤心又日思夜想,经常会独自语无伦次的,甚至又笑又闹疯疯癫癫的,把家人都吓坏了。 她姐夫亲来家庭医生为沙咪诊治,医生却验不出是什么病,只开了镇定要给她服食,要服了半个月,沙咪的病情没有进展反而加重,沙咽觉得是有蹊跷,沙咪可能被人下了降头,要不然医生怎会验不出病情呢? 丈夫也同意她的看法 沙咪被阿强施了爱情匠,身不由己献上身心,误喝加点饮料 沙咪立刻叫丈夫把沙咪再回泰南家乡去,家人在友人的介绍下,道和爱找到了一位来自大马的茅山师傅陈顺天,陈师傅一见到沙咪就斩定截铁地对她家人表示,沙咪是被人下了爱情匠。 家人听了吓到不知如何是好,要求陈顺天师傅马上开谈,以茅山术替沙咪解酱,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做法后,沙咪终于苏醒过来。 当她知道被人下了爱情匠后,她才想起有一次,阿强请她喝一瓶饮料后,就开始对她有了爱意,她很肯定地认为是阿强施的酱,因为,阿强的外貌又不英俊,根本不是她要找的白马王子,可是,却偏偏对阿强发生了感情,还与她上床。 暂住伤连结。 了解真相后,沙咪只有自叹倒霉,自此事后,家人不让沙咪回去当沙咪了,要她留在家乡比较安全。 陈顺天师傅受寻时说,只有病成低的人才会被人尸降,就像沙咪一样,如果她的运势高,阿强所示的爱情将就起不了作用了,反而会害到一些十月低的人,无意见物中降头。 陈顺天师傅又说,沙咪身上的爱情将假如拖延太久没解除,有朝一日沙咪会被锁中的降头,告到神经错乱而自询短见。 后来阿强知道沙咪的爱情将被破解后,她坐在心虚,怕沙咪家人找她算账,漏夜收拾包袱逃到她州去躲避。 现年66岁的陈顺天师傅,祖传三代都精通茅山术,命理风水,和河索心法及解降驱邪等,她从小羽茅山术结下不解之缘。 担注商连结,泰僧报救命之恩邀开弹解明金,泰国的僧人也会中将吗? 16年前,有一位泰南僧侣来大马匹利州红法时,为他人解降时,谁知对方却是个道堂很高的降头师,在双方斗法时,一失误被对方所失的非真伤到自己,非真射中僧人的四肢,导致手脚动弹不得,令他行动不贬而感到好幸苦。 中将的僧侣在信徒格带领下来找陈顺天师傅,求他协助除去僧侣身上所中的非真,陈师傅见大家都是修行之人,就为他开弹施法,把非真解去,僧侣对陈师傅的恩惠难以忘怀。 僧侣回到泰南后,把情形告诉一位姓潘的有钱信徒,潘善信决定出钱开弹,邀请陈顺天师傅到和爱作证,拯救需要协助的人,僧侣也同意潘善信的建议,马上与陈师傅联络。 陈师傅在盛情难俱下,也为了众生的助想,终于点头答应,开弹至今16年了,来找陈师傅借降驱邪和指点迷津的信众很多。 如今,陈师傅在当地铭记性当当,茅山树能再拥有佛国之称的泰国,闯出一个名堂,实在是很难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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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